今天我們會補回英超的蔡侯平 先講曼城這場球 作客的白禮頓這次343的死守陷阱問題 真的一分鐘就出現了 事關343收縮的話 有兩個最基本的防守問題 第一是不夠防守中場去幫兩邊wingback協防 即是寬度防守的問題 而第二是中間也不夠防守中場保護禁區頂的問題 只要加上基本收縮的能力不算強 其實就很快死 所以為什麼343只適合全場壓迫打來回高速球 就是因為不利於收縮 這次還要對著全英超破密集能力最強的曼城 當然一分鐘就失手 你可以清楚看到白禮頓是完全不夠防守中場的 當大衛斯華一插入禁區帶走一個防守中場 之後白禮頓就經以不夠防守中場去頂住 由禁區頂衝入禁區的奇雲迪布尼 就被大衛斯華輕鬆落底線第二波傳中產生奇雲迪布尼的必入球 當然追回大衛斯華的防守中場 就是保帕一直都是虧了個好處位 以及躺下產空氣 絕對是個別的防守失誤 而守門員的賴欣出來送了空門給奇雲迪布尼 其實也是一個失誤 但是白禮頓這個防守區域有先天性的缺陷 始終都是事實 他也是被曼城破密集的最主要原因 曼城超級主攻4123 有兩個禁區頂主角 白禮頓343只有兩個防守中場 哪有可能夠防守中場的防守力去保護禁區頂 再一次證實了 放多一個中堅後防線 不一定會穩陣 相對來說 曼城就完全受惠於對方今天的343收縮結構 令到他們一早可以領先就變得很輕鬆 雖然我都說過343只是適合全場壓迫打來回高速球 但是當藥隊選擇343的時候 其實都要看一看自己重金屬的程度 究竟能否彌補他跟對手的級數距離 好像今天這樣 曼城的級數是高過白禮頓太過多了 白禮頓就是要做到一個超級重金屬 才能彌補級數的差距 但你都見到白禮頓不夠重金屬 曼城後場猜球通常都會輕鬆連結 所以根據白禮頓今天的狀態 體能、重金屬程度 其實就不應該用343 應該是較適合用收縮得好些的433 或者4312 如果你說352鐵桶 我都比較同意 352鐵桶去收縮都比343 一路踢下去 曼城想控球就可以控球 想控制節奏都可以 白禮頓的壓迫阻不了他們的球 所以其實之後都是不停被曼城破密集 馬列斯比直線也可以 內切入也可以 戴衛斯華交直線也可以 Underlap插入也可以 29分鐘又有必入球出現 今次戴衛斯華禁區頂頂 第一時間撞一個漂亮的直線比 使得令左邊六頁插入禁區底線 撬到大位的油 第二波傳中產生必入球 不過就是戴衛斯華 要遷就左腳 就是按得那麼巧 門前塞機 不過去到41分鐘 都要拉開紀錄 死守的問題 死守陷阱的問題 又再次出現 白禮頓這一邊 其實就是白禮頓的左邊Wingback 球員費蘭迪斯衝了上去 打算壓迫獲加 這樣就暴露了343 不夠防守中場去補回左後位的位置問題 此乃就是死守陷阱 寬度防守的問題 曼城的右邊進攻路線都空了 這個馬列斯就有機會表現 一內切入再等齊雲迪布尼插入 右邊就破了密集 齊雲迪布尼地波傳中 產生亞古路必入球 這個組織必須要稱讚馬列斯 內切入做半主角 再後腳交個漂亮的直線 後腳交得很漂亮 完全顯示完這個級數 還未讚完馬列斯 因為他除了半主角之外 還可以做超級連結人 46分鐘又衍生 那下拉過對手 再做超級連結人 令人看得到津津落度 推到禁區頂 交給亞古路做得對 只不過亞古路今次的地波傳中 尺寸不夠好 馬列斯今季的表現實在沒有令我失望過 真的,效力了曼城一季之後 就大爆發給你看看 雖然今季的後備上陣 他就表現得一般 但其實哥迪奧納放他進來太過遲 今季只要他打正選就很好 有充足的時間就大爆發 講到曼城的第三個入球 又是4-1-2-3超級主攻 對著3-4-3死守陷阱的正常結果 3-4-3欠缺防守中場 被曼城很輕鬆在中間連結到 戴衛斯華禁區頂頂 事件交給亞古路馬上散了 對方也有空位讓他射門 最後小思華後面一出道 第二腳球入球 幫曼城埋債 亞古路今天打得好 有助攻有入球 不過今天有件事是不幸的 就是32分鐘的時候 有些患得患失的施真高選擇失誤 他應該交過頭高球給史特寧插入 但選錯了 在人馬踏踏當中交了地球 結果傳送失敗 就罕見地被對方打反擊 這樣就逼到拿破迪 在阻止對方打反擊 而犯規的時候就受傷了 膝頭哥受傷 可大可小 暫時拿破迪還未有復出的時間 而曼城今季就沒有收購過中堅 所以就是要這個費蘭甸 長期做中堅的替補 雖然今天後備入替的費蘭甸 都不錯 試過有一次互空門 但拿破迪的決陣 定必是會削弱萬城的防守能力 無論對強隊還是弱隊都會有影響 對強隊防守力有影響 很容易理解 但對弱隊都會有影響 就是拿破迪的後場派牌很關鍵 對萬城來說 很多時半場陣地主攻的時候 拿破迪會壓前一點 他去做一個叫做派牌 他派到牌就減輕防守中堅的責任 是令對手更加難以捉摸 另外對方想打反擊來說 拿破迪是守對方的反擊守得很好 他轉身快、跑得快 以及他可以第一時間截到對方的直線傳送 立即搶回第二次 我們很多時都會見到 拿破迪在防守的上高 是出彩過奧達文迪 所以他的缺陣一定是有影響 這個就是無可置疑的 當然強強對決沒有他影響更加大 大家都可以理解 就是防守力的基本問題 不過不幸中之大幸的地方 就是萬城今季的勾聯 就不是抽中死亡之早 所以對藥隊、中英班來說 拿破迪的決陣影響力小 而且在英超來說 要到11月才有強強對決 到11月的第一個禮拜才對利物浦 就是由現在開始的9月頭到10月尾 都沒有強強對決要應付 這個萬城 萬城總算這兩個月來講 避過了要打強強對決的機會 看看這兩個月的時間 夠不夠給拿破迪去康復 這個拿破迪的康復速度變了很關鍵 來到這裡也是很關鍵的地方 就是卡廣告、按廣告、難廣告視窗 以及播出有聲廣告片 這樣才可以讓小弟有關鍵的收入 多謝 記得要訂閱、按鈴鐺 方便接收芯片通知 以及用25元的方法做頻道專屬會員 多謝 手機啦 片的下面會有固定的廣告字眼位置 記得要按下去 彈一些廣告視窗出來 這樣才能幫到手 電腦記得要關掉檔廣告程式 發現電腦片的裡面有Banner廣告 片的裡面有些廣告 記得要按下去彈一些廣告視窗出來 這樣才能幫到手 而無論手機也好、電腦也好 YouTube都會時不時在片的任何位置 插入廣告片 那大家除了播完廣告片之外 還可以在廣告片的裡面 找廣告連結 按下去 例如電腦的話 廣告連結會在廣告片的左下角 手機的話 廣告連結會在廣告片的右上角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會說 有機會威脅到萬成的利物浦 好了 利物浦那邊出了一些問題 大家都知道 待會會講一下 待會講到利物浦那場 再見 這裡先說拜拜 拜拜 拜拜 再見